從未後悔過買入這個單位 是很開心買了這個單位 27、28年 如果照計租都交了七十萬 2003年賣給我 我已經差不多公滿了 我第一成就買 第一成就買 無論如何窮也好 那就慢慢公佈了 又要來麻煩你了 麻煩了 蘇太一家是藍田的公屋租戶 置業想了很多年 但住的廣田村 沒有納入出售計劃 只能羨慕隔離飯鄉 當時便宜了 差不多一個這麼大的單位 大單位都是32萬最貴 當然好自己的房子 又買了又升了 買了30多萬 可能層樓已經值200多萬 已經增值了 蘇太的兒子從事教育工作 收入較高 結婚之後就搬走了 現在兩老最擔心的是同住的女兒 如果當年有買到公屋的話 你想像跟現在的生活水平有甚麼不同 當然會好些 起碼是女兒好些 買了是嗎 是自己的 女兒好些 唯一就是擔心女兒 現在樓價這麼貴 怎麼置賭業 沒有方法 如果她不賣 就只剩下房子給她 還有我先生也很喜歡這個單位 很喜歡住慣了 住了這麼多年 住慣了都覺得很好 還有交通現在都很方便 住了幾十年 認識了很多人 街坊 認識了很多街坊 不去新環境當然不好 是 一定不習慣 我們認識很多街坊都很好 整天一起去街坊 已經習慣了 跟蘇太一樣 期待購買現在住的公屋單位 搭上置業階梯第一步的 還有他們 不對 很失望 很不開心 得庭次都賣了 為什麼我們不賣 又要調查 我兩年調查一次 調查什麼呢 會不會影響家庭關係 當然會 好像我女兒在政府做 她不能騙政府 對不對 還有會不會影響家人 因為怕資產超出上限 會不會搬走 不跟你一起住 會的 一定的 如果她搬走 是不是少了一個人 我們老人家 越需要那些年輕人 來照顧我們 對不對 後信也變了不後信 林鄭月娥 你搞什麼 目前和子女和孫子住的 陳婆婆 也都擔心資產審查 迫使下一代搬走 令兩老失去依靠 我們兒子坐地下 這些要修理 她現在疫情的時候 她說你千萬不要做月晚工了 製作月晚工你可以超出的 她說我不做 誰做 她說不做 公司不行 如果她說你薪金超額了 要搬出去 不是要交雙倍租 雙倍租都不行 就叫我們交六年之後 要搬出去 兒女搬出去 我們叫誰照顧我們 搬出去那個人不理了 你有什麼事好像回家 苦塵 你有住的人就叫他帶你苦塵 是不是要下來 依靠政府 政府是不是負擔又重了 廣田村租戶口中羨慕的對象 是五分鐘暴情之隔 柳寧相約的德田村 1999年納入第二期租者自其屋計劃 即是出售公屋 至今賣出七成半 幫助超過三千八百個公屋家庭 成為業主 我這是其中一個幸運兒 很開心 激動到開心的激動 因為自己住的單位可以擁有 我也會給99分 政府出售這個計劃非常之好 絕對是好的 現在很多人 我的朋友 無論是哪個村的 認識到 還沒買的 他都希望政府有得賣給他們 我比港田村的街坊好彩很多 我姐當年一知道 她住的公屋納入出售計劃 就立刻拍板購買單位 由租客變身業主 二十年來家庭環境改善之餘 倫理關係亦都得以維繫 第一,我的子女會長大 這樣就要報上去 每兩年報一次 收入多的 又說要雙倍租 又要怎樣 又要搬出去 做了業主 其實大家的關係都好了 起碼不用兩年 就要填一次表 有時說真的 細細說 子女賺錢 有時未必讓父母知道 她賺多少 另外,住在這裏 走出街 每個都叫早晨 叫聲 好像我們自己的親戚朋友 那麼開心 但是親戚朋友 沒有日常見這麼多 不同的公屋居民都希望 政府多付一把 協助基層市民 踏上置業第一步 藏戶於民 這個中心 讓我渡了 臭 感谢观看